第35題,野外露營或攀登高山時,每塊嘗試求生必備的物品之一 將每塊削成碎片,在潮濕環境或強風吹徐中,仍然能引燃柴火 是一種較不受環境限制的野外生活方式 關於將每塊削成碎片的動作,主要是考慮下列何種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老師上課講過了,把東西切碎,就是為了能夠增加接觸面積 接觸面積越大,反應就會越快 所以第35題問我們說,主要是考慮下列何種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,接觸面積